好 十之細 一之二 黑玉 黑夜玉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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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寶箱要拿 沒有 這個敵人應該不強吧 人多 動手 好 十之細 一之三 河州小鎮 藍州城內的橋域似乎早有遇事 少年夏侯也不經回想起 離開河州鎮時的遭遇 敵方全面隱藏寶先有一個 成就有三個 好 開始 嗯 若非與風姐姐在城中相遇 或許也不會給風姐姐 帶來這些麻煩 疑弟 這是什麼話 是我給你帶來麻煩才是 現在竟成了亡命天涯一般 對了 方才還未來得及問 疑弟你看來也不像藍州城的人 怎在那人心惶惶的時候出現在城中 疑弟 哦 是聽風姐姐這樣一問 恍然想起了之前在河州鎮的事 這一切得從我離家來 給村中長輩高老丈買藥說起 話說 這也是我第一次出遠門 心中難免也是醉醉不安的 還未出村就遇上了麻煩 這是哪兒傳來的哭聲 這是哪兒傳來的哭聲 小虎哥哥 是阿玲 阿玲 到底是怎麼了 小虎哥哥 我哥 他欺負我 把人家的婷婷藏了起來 又是阿玲在作怪啊 是你的娃娃嗎 別哭 我幫你找去 阿玲 你躲在這裡幹什麼 夏虎大哥 這裡擠不下兩個人 你找別的地方好嗎 誰要陪你玩躲貓貓啊 你把阿玲的娃娃藏起來 害她哭得亂七八糟的 快拿去還她 小虎大哥 你以大欺小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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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就去把娃娃找回來還給阿玲 這還差不多 快去吧 救救 救命啊 誰 誰來救我 我不要死 阿玲 你不是去還布娃娃了嗎 阿玲 你不是去還布娃娃了嗎 怎麼在這裡 夏虎大哥 救救 救救我 我就是不想給他才跑出來的 哇 你這小子還真會給人找麻煩 你別亂動 我這就過去 小虎大哥 有 有大蟹子 阿吉 這蟹子由我來擋住 你撐著機會快逃 小虎大哥 那那那你怎麼辦 我會自己找機會溜掉的 總之你先逃再說 快走 小虎大哥 好 我們上場靠風景深上場 那這個地方 這個關卡呢 很 很完美的重現了幽城 當時的劇情 就是 也不是劇情啊 是自信劇情 而且是要 完成好結局 的話 必定要解的一個自信任務 就是拯救阿吉 然後打敗一隻大蟹子 就可以拿到 最後是拿到那個 定魂珠嗎 是吧 會拿到一個彩色石子 一開始阿 會拿到一個彩色石子 然後後來會變成一個 定魂珠 我記得是這樣 對不對 沒錯吧 好 我們繼續吧 這些大蟹子 是從哪裡冒出來的 好 好 再來換我 好 剛好可以 站到這個寶箱位置 直接攻擊他 OK 好 兩回合 我們要五回合內完成 喔 好強 好 這個時候有成就的話 這成就是什麼 我看一下 OK 正好我們不超過一個人 那不用幫幫小火移補血 我自己來 好 好 這樣三個成就就解到了 好險阿 繼續趕路去藍桌城吧 好 阿 好 阿 好 阿 所以成就是 打過之後才會出來的喔 好 這邊一個 冰火不容 不上陣冰屬性角色攻關 下侯一味受到傷害 兩回合內 舉賣巨型火紋蝦 OK 好 好 好容易到來 好 再來是妖魔之亂 妖魔之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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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荒莫之盡 妖魔橫行 我方能以角色抵達斯坦門口 或敵方全滅 封火台,我們先去裡面閉下 好,我們剛好有風鈴聲這個角色 那我們用他再行動就可以 迅速通關啦 好,就這樣 好,解決 贏了 好,一之四,兩周變故 劫持失蹤,中原武派,奇遇西遇的途中,險象還生 禍擊 迫切 擊敗狂魔 然後有成就跟隱藤寶箱 OK,好 這裡便是梁州城了 此處西下勢力尚未升值 我們先在此歇歇腳,再做打算 封姐姐 那樓蘭遺跡到底有何要緊之處 讓賀蘭鐵罕不惜潛軍封城也要找回蜜卷 傳言,樓蘭並非如史書記載的淬於兵戈 而是人為的毀滅 賀蘭鐵罕尋找樓蘭遺跡,怕是想要得到這莫大力量 根據史傳記載,樓蘭本是位居西域耀充的小國 由於位居匈奴之威,一直不肯臣服於漢 直到漢武帝時,漢史副界子用忌襲殺樓蘭王 將全城居民遷都到西南方的烏尼城 於是樓蘭之名便自此湮滅 而烏尼國也就此沉屬漢朝 史書上雖是這麼寫 但我卻曾聽過另一種說法 據說樓蘭是毀於一場驚天動地的災變 漢宮內長天時興歷的漢曙太常一層記載 曾見七藥齊犯黃到天頂,日月逆沉疑而巨陷 可是,這和樓蘭城又有什麼關係啊? 當時與副界子同赴樓蘭的漢將王輝 在回朝後對千都污泥之事含糊其詞 只說樓蘭在天災中毀魄嚴重 不得不另見都城雲雲 但他後來曾對有人提起 其時幽黃墳雲沙濤朝卷 紫殿蕃豪窮目佔裂 隨即七藥齊聚於頂,日月交時天時亂絮 如見末世之相 他親眼見到七藥聚頂 可見這異象陷於樓蘭城處 毀魄的驚人天災與此異象 自是脫不了干系 西夏王李元昊雄才大略 這幾年來開疆闢土 對天下鮮有野心 若他想要獲取這力量 因而特別請賀蘭鐵海來調查此事 那也並不奇怪 那楓姐姐你呢? 你可不像是想逐鹿天下之人 你又是為了什麼想要找到樓蘭? 我是為了尋找一個人 一個很重要的人 姨弟,謝謝你陪我這一路 糟了,咱們只顧著自己說話 可把冰黎姑娘給冷落在一旁了 冰黎姑娘,真是對不起 不用道歉,你以前也不常對我說話的 我們經常靜靜地並肩坐著 什麼也沒說 但是你總能知道我在想些什麼 不是嗎? 呃,是,是這樣嗎? 可惜我都不記得了 你們二人想必定有淵源 情緒上輩子就認識也不定呢 何況我看來 你們二人分明就是天造地設的一對碧人 既然咱們此後還會繼續結伴同行 有些好事我可不能瞞著你不說 先回房去,我來與你們分說 當初師父將眾多法寶分交眾途保管時 我或傳的是這個紫金王鼎 別看著神鼎小巧玲瓏 它能煉化天下諸物,合二為一 聚髓畫像,即是神意 今後若我們得到什麼奇物異識 不妨用這神鼎烈化看看 或許會有意想不到的結果 一弟,這神鼎就先交給你帶著了 啊,多謝封姐姐 啊,這,這是怎麼回事 是,是怎麼從紫金王鼎內一散出去 不好,定是這紫金王鼎內 未能完全裂化的妖魔逃逸了 事不宜遲,我們得速追去將其消滅 否則,這周遭的百姓怕是得遭受其害 只能搬走 不,我是不是趕快 一路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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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幫我們提到 我算快 把我搬走 糟了 沒想到逃出的竟是狂魔 這地界的魔物可不好對付 可得小心才好 這魔物極善術法之道 與其比拼術法 我們可不佔優勢 不過摺蟲之輩 也敢在此腥風作浪 此處境怪較多 還是巧色微妙 封面狂魔對我們進行集中攻擊 會集中攻擊?會嗎? 管他的先打太輸了 剩下的好刀 當我先打太陽 后面打太陽 在海邊打太陽 把城寬接 跟路面打太陽 就像這個所以說 他要出發新攻 那就 好,這樣 好 好 然後蜘蛛要先解決掉 然後蜘蛛一回合內沒有殺死兩隻 好,成就之後,我們之後再回來解決就好了 打不死 好,搖雲蛛先放到這裡 我們主要是狂魔,所以我們想辦法把狂魔幹掉 哇,沒站到那個位置 剛捏破的話,看可以打幾個 好,可以,這樣可以 喔,波風斬,不是幹烈火 剛剛好 好,再見 唉 總算是像死魔物相符了 多虛蜘蛛,多虛蜘蛛見多識廣 只想戰勝此狂魔的技法 我們才能得勝 對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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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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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老你这样帮我出主意 真是过意不去 那便有劳几位帮我留心一下了 无妨 那我们先告辞了 地上有一个小小的巧绣香包 香包上绣着北辰玄兆 玄机天应的字样 这必定是玄机的东西 为何会掉在这里 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正在找一位朋友 是个中原来的姑娘 年纪约十六岁 请问您是否有见过 是她 她昨天在这东张西望了一会儿 然后就跳进停在这里的一辆商队棚车 跟着那商队出城去了 原来如此 您可知道那支商队往哪里去了 西北方 那支商队的领队 是个极壮硕的汉子 呃脸上有道蓝色的刺青 多谢 我们快追上去看看 沙漠齐弦 途经沙漠重能在风火台处 遭到妖魔纠缠 我们被沙漠妖魔包围了 此处位于沙漠身处 人际寒致 我们贸然而知 这些妖物是被我们的气息吸引过来的 咱们抓紧时间解决了他们 莫要耽搁时间 好 在满气血状态之下毫无破绽 无法被一击必杀 力拔三吸 看来不得不顿刀子割肉了 好 好 诶 好像被我一击必杀了啊 所以是怎样 呵呵呵呵呵 好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啊,對齁,輕柔天賦會先扣血 啊 天賦怎麼觸發,我都忘記了 目標氣血大概等於90% OK 好,再來是 一隻舞,營救查斯格 蕭苡儀遇尋災女和布隆玄機 卻不料一面遇到被追殺的傷人 誰叫你沒事亂瞧,看了不該看的地方 好也是沒用的,你就乖乖受死吧 咦,前面似乎有麻煩,我們快過去看看 這是怎麼一回事啊 小,小兄弟,救救我 這些人瞞不講理,我不過看了他們一眼 就一路追殺我到這裡 光天化日下,行凶殺人 這沙漠裡的盜匪,竟然如此猖狂 哼,多管閒事 把他們都給我圍起來 想動手嗎 你們儘管放馬過來 那些人保持著,這群封座 咦,這賊人身上好像帶著一封書信 書信,我來搜搜看 江神雀宮摘女,葛雲依,秦捕到首後 以快馬接力,送到堡中 以快馬接力,送到堡中 將神雀宮摘女,葛雲伊,琴捕到首後 行事务必隐秘 绝不可引起任何人注意 目睹者一律格杀勿论 此令伊伦哲罗 伊伦哲罗 听来好像是边境姓氏 这是敌方头领的名字吗 他们为什么要抓斋女呢 感谢恩公救命之恩 今后有用到查思葛的地方 恩公尽管开口 大叔不用客气 路线不平拔刀相助 这些人凶横霸道 我们绝不能见死不救 不过 这些人的举止不像真正的盗贼 反而像是在杀人灭口 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他们飞取您的幸命不可 我不过是碰巧路过他们的营地 看到有人把一个昏睡的小女娃 抬进帐篷里 那个女娃的服饰很特别 所以我经不住多看了两眼 谁知他们竟一路追杀我到此地 昏睡的小女娃 该不会是摘女吧 大叔 你在哪里看到这些的 就在北山绿洲附近 我这有此地的祥图 沿着这个路线走 半天就能到 多谢大叔 风姐姐 兵力 我们快去营地救人 放心 有我在 夏侯仪等人行动不入 被沙漠贼后团团围住 生死难料 你们三个在营地周围晃来晃去 干什么呢 他们三个鬼鬼祟祟 一定有所图抹 少跟他们啰嗦 直接上 我就问你们 摘女他人在哪里 你们果然是为死而来 可惜你们没命知道咯 就凭你们几个人 尽管来吧 我可能会有此地 嫌 你我说 不过 我看了 你不过 有点 等下 好 輕鬆過 好 然後 然後 最後一個 第一章的最後一節 1-6 北山綠川 正來發現長魚暗處的慕容玄機 就在此時搬走詹雨的刺青大漢 突然出現 終於是 是我啦 别紧张 凌生姐 好久不见 因此所见略同 此处的帐篷果然是躲人的好地方 玄机妹子 好久不见 这位大哥哥 多像你刚才这么关心我的事情 请问你尊心大名 我叫夏侯姨 姓是夏侯淳的夏侯 姨是天依的姨 初次见面 请多指教 这位是冰离姑娘 你是和凌生姐姐一起来的 想必早已知道我的名字了 我叫慕容玄机 是北斗七星玄机星的玄机 我知道 北辰玄兆 玄机天应 如今亲眼所见 慕容姑娘果然和这两句美词及时相称 你 你是在哪里看到这两句话的 慕容姑娘别生气 我们可是拜此物所赐 才能一路找到这里来的 你的香包 这就原物奉还 慕容姑娘叫起来很是生分 我又觉得自己的名字念起来拗口 所以 以后可不可以 叫我兄妹就好 这道无妨 慕 玄妹 你无事就好 慕容冠主可是十分担心你 我听到这伙贼寇在谈送走斋女的事 一时心急之下便跟着他们一路到了这里 玄机妹子 除了找你之外 我们也是为了追查斋女的事情而来 你于此可有所知 这伙贼寇事先将斋女藏匿在梁珠城内 到商队出发 才将她一起悄悄运出城外 我随车队到了这营地之后 除了几次快马来去的提声之外 就没再听到过和她有关的消息 对方形势如此缜密 只怕詹女此刻已被带离此地 不如咱们就逮住此地头领 逼她吐露详情 听说有小子要请我 哼 不自量力 脸上有蓝色刺青的大汗 就是你没错 快把斋女交出来 一群杂鱼 叫你们死 也做群明白鬼 蛮有名有姓 叫做阿尔泰巴 阿尔泰巴 神雀宫公主在哪 快把她交出来 哈哈 斋女早就被送走了 你们先担心担心自己 有没有命走出这个绿州吧 给老子上 一个活口都不用留 这不说是 不说是 努力 我可不说是 老子上 父子 我可不说是 我们的主要 不说是 我可不说是 使用 我们的照片 并且 可以 并且 这不说是 那不说是 好 最後一擊 最後一擊 雷仙姐姐 你可是有了好主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那就这样子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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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